大家好,土菜土桌的曾姐 好久没录视频了 那今天要录一个视频呢 给大家说明 也算是给大家告别一下 因为我再过几个小时 就会坐飞机回国 回国以后呢 估计上网都不成问题 所以说也不知道能不能做视频 到时候环境变了 因为我回国主要是照顾我妈 可能也过不过来 所以这个土菜土桌就要停更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这个生活中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说想给大家聊一聊 分享一下 本来呢 我是本来 因为我2018年来 来土耳其以后 就是 自从2018年年初来土耳其 就没有回国 去回国 大家都知道重头原因 本来是2020年 要回家去过年的 结果就没过 就遗上疫情 所以说呢 嗯 然后就到了今年 今天本来我就说我居住证拿到以后呢 我说 居住证三月初到期 我就说二月份呢 我就开始办居住证 我就说 但是2016年有办公室 但是我2017年在国内 所以我就断了 又重新申请了 号码不一样 所以我连续五年 我本来说 因为土耳其他就是 永居是要八年的时间嘛 结果到第五年呢 他居然就 拒签了 继续去了 搞得我非常的 一下子非常震惊啊 然后我老公也非常震惊 因为我们没结婚了 我们以为 就想到 年纪也大了 就不想这么麻烦 结婚啊什么的 反正就这样过就行了 好 那现在就面临的问题是 如果是 因为现在土耳其 因为移民问题啊 难民问题比较多 所以他现在呢 就是以旅游为目的的 居留呢 就基本上不给了 那除非你有后门啊 或者交钱啊 找关系啊什么的 那我们就没有走这条路 那如果是 现在如果是面临着 如果是我没结婚的话 就没办法在土耳其待 所以我们就决定结婚 但是结婚的话呢 要很多的手续 首先我就一梦碰到了 我以为是在土耳其领事馆 中国驻土耳其领事馆 可以办到双认证 结果人家不给办 需要是居住证满半年以上的 就是土耳其的中国驻土耳其的 大使馆也好领事馆 它的领事服务的必须是 你要有居住证的才会给你 如果你没有居住证的呢 就冲场情况下 没有特别关系 它是不会给你做任何服务的 那没办法 我只有找 请带你帮我在国内 来做我的这个单身证 或者出身证的公证和双认证 结果非常麻烦 国内的手续非常繁琐 幸好我们家没有一个户籍警 那就帮我办 就是这样呢 还是拖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才把所有的证件办好 然后再寄过来 所以寄过来的过程中 也是费了非常多的周折 那首先是拖了很久 急得我不要命 我又 因为我买了 已经买了今天的机票了 所以非常好 然后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12 12号 13号 13号的时候 就把所有的证件就办起来 然后就去婚姻处登记 婚姻登记处登记 结果婚姻登记处 是不认我的 其中的那个单身认证的章 因为我是 老家是贵州的 我出生证可以在原级办 但是呢 我的单身证呢 必须要在深圳办 那深圳呢 就广东办 广东的这个领区 属于土耳其的这个 广州领区 所以就必须在广州领 领事馆去做认证 结果 这方面 土耳其的 伊斯坦布尔的 那个市政的这个 婚姻登记处 他们就不认这个 领馆的认证 那我就傻眼了 我星期四就要走 然后中间又是 星期14 15号又是周末 那星期五办不了 怎么办呢 他们说 叫我去另外一个办公室 拿一个章就可以办到 然后有 我们又跑到那个办公室去 请他盖章 他一看他也说他不能盖章 因为这个 这一份单身证的这个 系统上查不到我的这个 编号 哎呦 他说你唯一的办法 就是找中国领事馆 或者是去安卡拉 土耳其的外交部认证中心 那中国领事馆 我是没办法做的 那我就 唯一的机会就是 星期一 必须要到安卡拉去办 所以我马上就问了那个人 这个外交部认证的中心的地址 然后星期天晚上呢 我就坐大巴 因为必须要晚上坐 第二天一早到了 所以我就星期天晚上坐大巴 坐了六个小时的大巴 到了安卡拉 安卡拉在那边等着开门 九点钟开门 开门拿去 请他们认证 好 那个人呢 做事情官僚 这官僚系统 他就非常的 也是比较 比较简单粗暴 他看了一下 他就说你这不用认证 都已经盖了张了 我说不行 那个 霍英灯 他不认识 需要你们盖个张 然后呢 他就拿去 就请示他 进那个办公室 请示他的领导 然后他领导 从他领导房间里面出来以后 就说 我们不能给你盖那座张 你说文件是有问题的 我说有什么问题 他说你们的 你这个上面留的签名 和我们的底不一样 是有问题的 我说 你这意思是假的吗 他说 反正你去问你们的 给你盖张的领事馆 好 我这一下我就急了 那这个就 我就没办法去问了 我在国内 我在这里 怎么去问那个 国内领事馆呢 而且我这是通过代理做的 因为我本人不在 必须要通过代理来做 好 因为我在星期五的时候 我已经留了一手 就是叫我子女啊 因为他就是护肌警嘛 叫我子女 星期一帮我在领事馆打电话 我也给领事馆写了邮件 说这方面登记是不认的事情 但领事馆没有扶我邮件 所以我说你星期一 一定要帮我打这个电话 所以我子女的家 就帮我星期一 就打了这个电话 正好打电话的过程 我又把这个安卡拉 遇到的事情也告诉了他 然后他就问了那边 请那边查 那边开始就说 我们这真的怎么可能是假的 他说我查一查 结果查来了 没问题 他说没问题啊 这份文件 然后我子女说这份文件没问题 我说你给他说没问题都没用 给我说没问题都没用 因为他现在这个认证中心 已经认证了我这个证件是假的 我本身是没办法说明的 必须要请领馆们 给他们打电话 来说明才行 然后我子女有给领馆的人 土耳其领馆的人 就说他们也同意打电话 就要这边的电话 然后我又去找认证中心的人 找那个人 那个人已经非常不耐烦了 觉得我老是在那里不走 死皮了一点的不走 明明就是有问题了还不走 然后我就说麻烦你告诉我电话 我说广州领事馆要给你打电话 他一听广州领事馆打电话 他又有点那个了 他又站起来又去找他的头 要电话号码 那他的头一听了广州领事馆的 要电话号码呢 他就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 他们本身有问题了 然后他又走出 领导又走出来 走出来以后 又在电脑上查 实际上电脑上有底的 他就对一对 他根本就没 那个人就根本没查电脑 他就对一对 然后对着我真实的文件 和他电脑上系统的文件 看一下 没问题了 好好好没问题了 然后就给我签了一个字 再付220你拿的认证费 就OK了 然后拿到了这个 重新盖了一个章 在上面原纸上面 再盖一个章的认证 交了钱拿了认证以后 我11点钟又做大巴 赶快回来 然后拿到这个证的时候 大巴上我就给我老公说 我说你赶快去找婚姻登记 就是说跟他联系 因为我们只有星期二 星期三两天的时间 因为他婚姻登记 他有一个process 还是比较长的 而且他很多事情要预约 也比较忙 我说你今天要先去预约 然后要把这幅文件 我的这个照片的文件 给他看 好 我老公就去 去的时候就把我拍的这个 认证的这个照片给他看 他们说OK了 没问题了 然后就给我约好了 星期二的早上 一大早就赶快去 插队 因为之前都已经预约好了 一大早 你一开门你就赶 8点半 我们就赶过去 赶过去 就把这个登记了 登记了 昨天 然后又预约到 又给我们专门 在星期三的11点钟 就赶快去做了一个 婚姻官的一个认证 他要给你发结婚登 还要签字 一系列的东西 然后再去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仪式 所以说昨天就把这个 在我走之前呢 就把这个 结婚证呢 就打了 那这样呢 我就以后呢 我就放飞了 我就 反正他 我什么时候想来土耳其 他也阻拦不来我了 然后我要在土耳其 待多久呢 都可以待多久了 入籍我 目前我是不想 我只想应该涌集我 出入自由一点 方便一点就行 所以目前的情况呢 就是这样 这段时间就 哦 还没讲啊 因为就是 3月2号就过期了 所以说我就 必须要出警 所以为什么 我就去摩洛哥 待了20多天 我去摩洛哥 待20多天 就想等这个认证过来以后 回来结婚 结果去了摩洛哥 待了20天 再回国 回到土耳其 再待一个月 居住证 那个公证书 还是没有寄过来 所以我又 没办法 就跑到了伊朗 再待了伊朗 待了四天 三天 然后再回来 回来 这次也差不多 待了一个月 还有25天 算上今天就25天 因为是23号进入 上一次入境 是23号 从摩洛哥入境 伊朗入境 所以这一趟 然后这几个月是非常周折 因为比较周折 这个心也不静 所以说也没有办法静下来 新来做视频 然后自己做的也不成功 也没有做了一年多 做了这种成绩 哎呀 自己也对自己 比较惭愧 所以就没有 这段时间就没有 基本上没有更新视频 上个星期还更新 一期这个星期就 根本就没办法更新了 好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 对我的关注 祝大家一切顺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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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